这个看穿这叶有点小时候那劲儿 我感觉有点无敌啊这车家小串 有点一串年的叶子 它那更糊 你拍一擦呢 枪单胖 您这做这蛮人都不知道 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必须 哈哈哈哈 这儿划一跟头 必须要尝的 这必须要吃的 当然是本地的小烧烤了 然后它这个地儿呢 不知道叫什么 不知道叫什么但是找不着 马上花上米啊 您好 大姐 您知道这儿有一烤串在哪儿吗 从那个小小路上就拿走 有 这还得到 有肉馆 肉馆 肉馆的小一点就看了 好 谢谢 问快递小哥知道在哪儿 问卖花米 大姐知道是哪儿 嗯 我估计这地儿差不了 到了 这地儿太容易走过了 刚开始营业了 您好 大哥 吃饭 吃 吃 马上我烤哈 滴倒毡 滴倒毡 哎 你别说 它这里边趋了拐弯的呀 有点什么那个地道站的感觉 什么是白背筋啊 黄是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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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黄 黄是筋 黄是筋 哦 就是纯筋 是吧 来 俩羊腿 哎 枪丹炮 哪是枪丹炮 啊 什么呀 枪丹炮 您这 坐这马人都不知道 羊鞭 羊蛋 羊宝 哦 真棒 这是您这特色的 来一个砂锅老豆 我说这砂锅老豆 不是他们家这店的特色 这看着可以 这个看着窗战叶有点小时候那劲 是吧 就是小时候那种 我们那个板筋跟肉串好了 它这个板筋呢 是一种刷酱的板筋 是牛板筋 然后这个串 看他用的签子 都是那种 就是那种 就是小时候那种车轮 自己叫什么车条 卧槽 这闻着 哎 这相当可以 卧槽 卧槽 这真的有种这个 就是北京原来胡同烤 烤串的那种味 味道不错吧 嗯 不错 嗯 不错 我还是查了工业 说您家是 宝丁是数一数二了算是 烤串 它是写的羊板筋 我点板筋它上牛板筋 不知道为什么 但也不重要 就这样了 这肉筋看上去 也是可以 它这个 感觉肉筋上的肉 要比肉串多一点似的 肉筋就肥瘦都有 我感觉这么点小车条串 俩俩的吃过瘾 哇塞 就是那味儿真的 这个铁签的烤的 因为它里边签的瘦热 它跟木签的区别就是 它里边这个芯 你吃上去跟木签的烤的 是不一样的 但是木签的也好吃 因为吃上去两种松味 我感觉有点无敌啊 这车家小串 它这里边的这个 炭香味 然后包括它用的这个 紫然辣椒都不错 我现在有点期待那个 它还带羊腿了 沙锅豆腐 您放这儿就行 这就是这家的特色 沙锅豆腐 辣椒油 香菜 然后它这是 哇 是这种豆腐 哎呀 还真是啊 那就是 有没有北京的粉丝啊 就肯定吃过 原来学校门口 卖那种 一块钱一碗那种豆腐脑 里边放咸菜 然后放那个叫什么 香菜酱油那种豆腐脑 闻着很像 还真是 还真是 好谢谢 吃起来真是那个味 它跟天津的醋焦豆 不是一个味 它这里边呢 是一点酸味都没有 完全就是 就有一点 微微的酱油口 那种 那意思啊大概 这味烤串 不知道 在北京 还有没有了 因为最近在北京吃的 全是那种新疆烤串 在天津吃呢 又是天津特色的烤串 你看它上面 几乎 没有孜然粉 能看清楚吗 全都是这种紫园粒 对 看 这种紫园粒吃起来 特别香 不行 一磨磨磨 一会儿撩菜 哎 三口味 加吧 一二加五个菜怎么好吃了 您帮您帮加十个串 然后五个筋 要省生活过得去 菜里必须带点绿 它这串的价格不便宜 也还行 比你要是北京这样的话 基本上四块一点 天津这么点小串的话 应该也是差不多两到三块 还可以了 还可以 它这腰子是三十一个 两串是一个 它这腰子个儿不小 我上次有一次吃铁鲜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跟我同感 我这样一撸 这两边直接烙印 跟小丑似的 这样下来了 所以这种烫的 我真不敢那么吃 这腰子还可以 这是一半大小 很嫩里边 里边特别嫩 你看它 泛着一捏捏的粉 哇 真的是这种特别特别嫩的腰子 它这烤一个火候 把握的也挺好的 这烧的凉点就可以 这儿卤了感觉 其实你说吃烤炸要拿下来吃 感觉不对 这枪蛋炮的蛋 这个就怕烤老了 嗯 它烤的刚刚好 哎 这蛋烤的真的刚刚好 你看 加了十个肉串 它这个肉串真的好吃 真的真的特别特别好吃 那种 特别好吃那种肉串 它这边细腻里边带点耿酒 耿酒里边呢 又全然充满了细腻 你琢磨琢磨 看这个 嗯 生活在北京的天津博主 在保定吃上一顿挺好吃的羊水 呵呵呵 这种有的好吃的 你就容易掩大多小 像我在天津好多回都是 这顿好吃 然后再加 加完了 你看来了就是这个 您直接给我吧 好 谢谢 看这就是 我们点的那个 羊腿 就这么多 你长身体能来大的 这30块钱可以啊 这个我在北京吃 在天津我没有吃过这个小羊腿啊 在北京 36 其实价格是差不多了 这应该在天津应该会稍微便宜点吧 全是羊腱全是腱多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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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实话实说 这个羊腿烤的 可跟肉串没法比 这羊腿 你吃一点点 首先进入你嘴里口腔的味道 是一股糊味 是吧 是股糊味 你这 它们更糊 你拍它们 你看我哥们这个更 更 你翻过来 吃热点了 它里边这个红不不嫩 它里边有点烤铺 烤过了 就羊肉啊 反正搁我这就是我不怕生 但是我真的怕它老 不行羊腿搁这了 吃这个 我们俩人这顿消费301 大家觉得是便宜还是贵呢 可以打在这个公屏或者弹幕里边 咱们交流一下 总结一下 今天这顿相当可疑 真的是就不夸张的说 我真是吃到了仿佛童年小时候那种 胡动口的羊肉串的味道 但是啊 如果你要是花30块钱买这羊腿的话 不如拿这30块钱买10个羊肉串 没错吧 我说这话 我说的一点都没错 那咱们下期见 拜拜